随着经济衰退风险升温 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降息 投资者的避险需求大幅上升 这导致不少国家 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已经跌至零下 而全球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 已经接近17万亿美元 规模超过中国GDP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发行了30年期零利率债券 发债的目标规模为20亿欧元 为历史上首个以零利率发行 期限达30年的国债 然而德国首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原因是难以找到买家 在德国首战告败之后 美国似乎想迎难而上 发行百年期的世纪债券 不过美国财政部还未出手 就已经遭国内投资者泼冷水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选择此时发行偿债 那么其结果很可能跟德国 30年期零利率债券一样无人问津 更何况如今人们对美元的信用 已经产生动摇 谁知道100年后的美国 会变成什么样呢 环球热点财资世界 大家好我是Becca 快点击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财富密码